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是5月27日 星期一 这里是《时事亮亮点》节目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 上周的要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中委主席习近平 20号前往江西考察调研 习近平到素有 稀土王国称号的赣州市 视察相关企业和稀土产业 发展情况 他表示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是不可再生资源 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 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有舆论认为 此次习近平考察 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 并认为稀土将成为 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砝码 中国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服试验车 23号在青岛完成组装 标志着中国 英国在高速磁服技术领域 实现重大突破 未来搭乘高速磁服列车 从北京到上海 仅需3.5个小时 比高铁快2个小时 作为目前可实现的 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高速磁服列车用于长途运输 可在大型枢纽城市之间 行程高速走廊 脱欧三年无国后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韩磊宣布辞职 他将在6月7号告别 唐宁街10号 但他遗留下来的脱欧难题 仍然未解 此前特雷沙梅已经多次 面临执政危机 但他21号提出的新脱欧协议法案 招致朝野极度不满 反而成为压倒其首相生涯的 最后一根稻草 执政保守党即将展开党魁重选 胜出者将于7月20号成为新首相 同时接过脱欧这个烫手山芋 2016年香港旺角骚乱案中的 两名被告弃保潜逃后 获得德国提供难民庇护 香港特区型镇长官林郑月娥 和24号召见德国驻港 属理总领事 对此事表达强烈反对和深切遗憾 他认为该做法直接冲击 香港司法独立 并质疑德国当局是否基于事实 做出相关决定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 警方及律政司惠安个案的情况 研究是否向德国提出引渡要求 这个案子就是德国给予香港的 两名逃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 其实事情是发生在去年 但是最近才获得了媒体的透露 那么这个是香港回归以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香港的法制程度 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 而且香港是实行的 是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的 这个普通法的地区 那么两名香港青年 其实都是港独 他们参与了香港望角的暴乱事件 那么之后 本来他们是可以保释的 他们弃保潜逃 那么逃到了德国 那么获得了德国政府的庇护 虽然德国政府没有公开的说明 但是一般来说 根据德国的相关的法律 在本国 那么受到 包括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 那么到了德国以后 如果经过德国方面的审核之后 是可以给予他们难民身份的 那么相信这两个香港的逃犯 也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样这两个青年 其实都是港独了 但是我们说港独 它是一个政治上的罪名 香港法庭不是以港独的罪名 港独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罪名 他们是以这个刑事 由于触犯了这个刑事罪 所以被判定有罪的 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有两名德国的恐怖分子的 这个疑犯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他是热尔曼人 或者还是来自中中国家的 但是他们参与了这个恐怖袭击 而且被德国的法庭 已经是这个证明有罪了 结果他们潜逃了 比方说他们潜逃来到了香港 那么结果香港政府说 他们是良心犯 他们是属于这个政治上 反对德国政府的 他们不应该受到 这个德国政府的这个追捕 所以给他们这个庇护 因为香港也有类似的难民的庇护 那这样一来的话 德国政府 德国舆论 德国民众会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但是这个情况却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的这个事情 这个香港政府不会做 但是德国政府却会做 那么所以这里面也反映出来的 就是这个德国政府 他完全不考虑 香港的实际的这个法律制度 也完全不考虑这两个青年 触犯了香港的这个刑事法 而是这个把他们认为 是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犯 在他们看来 在德国犯这样的一个罪行的话 它就是刑事犯 但是如果在香港犯这样的罪行的话 它却是政治犯 这样的双重标准呢 我们看这个西方国家的话 已经见到这个多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德国 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或者也包括 他们对待中国的这个判断 那么也包括对待香港 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 那么尽管是一国两制 尽管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 和内地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尽管如此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作为德国政府 他们对于香港这个暴乱 就是这个数百名的这个青年 打着港独一个气候这个暴乱 他们是同情的 他们认为这不是犯罪 这不是犯法 这是一种和平的政治抗议的行动 这是一种理性的这个抗议行动 而这些青年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受到了香港的警方的这个追捕 这个司法的这个起诉和这个定罪 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 有这么听下去 有这么奇怪的这个逻辑 所以这些事情还在发展 因为香港特区政府 肯定要向这个德国政府 申请引渡这两名犯了罪的这个青年 而且呢要在利用这个国际的舆论 国际的舞台 要把香港的这个道理 要把它说个清楚 那么所以我们且看 德国政府将要做出一个 什么样的回应 今天第二部分 我们要聚焦的是 任正非阐述 华为如何应付美国的全面打压 面对美国连番打击 华为如何应对成为各界焦点 华为集团创办人任正非 21号在深圳总部召开记者会 他直言 美国政客低估了华为的力量 华为也能够做和美国芯片 一样的芯片 他说 华为的备胎计划是公开的 以前以正胎为主 现在以备胎为主 量产能力很大 美国的做法 不会造成公司负增长 任正非表示 美国的90天宽限期 对华为没有多大意义 此外任正非对美国企业 释出善意的态度 他表示虽然华为有能力 但不等于不买美国的芯片 不能孤立于世界 有社评指出 任正非这番谈话 展现出华为团队的宽阔胸怀 比美国执政团队要大得多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必须以德为先 不能过于迷恋 对于力量的使用 以为极限施压 可以谋得自己想要的任何利益 华为是世界最大的 电讯设备制造商 但是其创办人任正非 过去在媒体上是异常的低调 可以有人统计过 从华为创办到现在 任正非接受媒体的采访 可能都不到十次 但是最近以来 任正非明显地强化了 他在舆论上的作用 因为必须要代表华为 发出声音来 上星期他在深圳华为总部 和中文媒体 多家中文的媒体记者 有一个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他的讲话大概有两万来字 在中国和在海外的网络上面 全文都已经刊登了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能也都看到了 任正非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他全面地阐述了 在面临美国的全面打压 华为的这个应对之道 我们知道这种打压 这几天还在持续 除了原来我们说的这个芯片之外 那么也包括除非像一些 这个IT行业的一些巨头 像谷歌等等 现在都已经终止了 和华为的合作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一些大的 像这些蓝牙 像这个STG一体等等 像这样的一些 这些大的国际的企业都已经宣布 或者即将要宣布 停止于华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么对华为的这个打击 其实这还是第一步了 所以这个局面肯定对于华为来说 是一个空前的危机 但是正如任正非所说的 美国政府看来是小看了华为 认为用美国的这个长臂管辖 就可以扼杀华为 而华为的这个生命力 华为的这个潜力呢 显然比美国所了解的要大得多 那么包括像这个备胎 是吧 当然我想这个对华为来说 会不会以后会形成 目前是不是已经开始形成 这样一种这个所谓平行的这个市场 这一方面是华为继续在使用 华为在中国国内 当然会有大量的企业 或者民众会使用 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国家 在使用这个华为的这个设备 那么都包括5G 但是呢 另外一个平行的时空呢 就是美国 美国自己他就全面的一个禁用华为 而且他会对他的盟国 我们说就是西方国家了 可能也有少部分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就强迫他们这个禁用华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所以以美国为 美国政府为一方 那么以华为为另一方 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 我们说这种电键设备啊 这种5G的 这样一种市场 目前看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 这个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美国的这个制裁当然是很厉害 我们说美国制裁一些小国 你像制裁这个像古巴 叙利亚 朝鲜这些国家 或者这些国家只能忍胜吞气 当然他们不会屈服 但是呢 他们没有还击的这个能力 他制裁一些这个中等的国家 像这个伊朗 基本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现在的伊朗 一个制裁越来越严厉 美国同时是在制裁另外一些大国 比方说制裁这个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当然也绝不会屈服 那么但是俄罗斯同样呢 能够反击美国的 我们说特别是在科技领域 俄罗斯这方面没有多大这个力量 当然和俄罗斯的黑客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虽然美国现在不是说 正式的在制裁中国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二大经济体 不是在国家世界上制裁中国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制裁 他也不可能 但是呢他以这个制裁华为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仅是华为 去年是在制裁中心 今天制裁华为 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有几家 这个中国大的这种这个电信行业 或者是IT行业的公司 将会被美国制裁 但是呢这些公司的情况 尽管不尽一致 但是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他们在国际上 在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都是领军者 都有自己强大的这个实力 而且不畏惧美国的这个打压 美国的打压能够给他们 造成一些困难 造成一些危机 或者说使他们无法在美国 或者是一部分西方国家 开展自己的业务 但是呢一方面美国这样做 实际上是在对他们做宣传 那么另一方面呢 其实实际上大部分国家 是不愿意选边站的 他们还是愿意选择一种 从这个无论是 从性价比的这个角度 从符合本国国情的角度来说 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包括他们就会 很大程度上 他们会继续选择这个华为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在现在 这个无论是这个 因为中美贸易战呢 可以说是这个 现在也在一个早期的这个阶段 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没有办法 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 包括这个6月20号 在大阪举行的这个G20的峰会上 这个习近平主席 和川普总统会不会会见 或者会见的话 会不会签署协议 那么签署了协议 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的贸易战 乃至于美国方面 所认为的美中的这个关系 是一种两种文明的这个全面对抗 它又会有什么影响的话 那还值得关注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明显的 无论是在中国国家的层面 还是在华为的这个层面 继续前进的话 一定是要扩大开放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 那么包括跟外部世界 对外部世界的一个开放 华为在这方面 那就更是得益于 这样的一种全球化的时代 任正非在这方面 也讲得非常精彩 他们以后 他说我就算自己可以造芯片的话 我仍然要买美国的芯片 而且华为的这个 这个芯片的这个研发团队 他们投入了巨资 他们这个聘请了 大量的国际的人才 他是用一种开放的这个心胸 开放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用国际的这个力量 来做自己的这个研发 而其成果呢 也是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服务的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是中国人 以前所没有的一种心态 但是这恰恰又是 现在美国的政客 或者是美国的一部分精英 所缺乏的一种这个心态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他们对中国这个崛起的 这样的一种现实 乃至于这个潜力 感到一种深刻的这个担忧 他们反对自由贸易 他们要的是公平贸易 他所谓的公平贸易 是对他们是公平的 对你公平不公平无所谓 但是对我是公平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时代 我想借用这个美国学者 这个弗兰西斯福山的 这个上世纪 他是这个 我们知道他是亨廷顿的学生 亨廷顿提出了这个文明的这个冲突 那么福山的那本新书 就很有意思 书名叫做历史的终结 但是我愿意借用他这个书名来学 我觉得这是历史的开始 当我们看到 你像这个美国这样前所未有的 去打压一家这个华为这样的 在这个国际上这个 已经有领先地位的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时候 而且是无所不用 奇迹 那么从这里反映出的 我想至少是这个美国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 但是又作为一个复兴中的大国 而且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 这种博弈 这种较量 那么放在中国 因为中国人已经走过 从这个鸦片战争开始 到现在走过了 将近这个200年的 这个屈辱这个道路 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 融入全球化 而且在全球化的这个时代 以开放的这个姿态 来发展自己 寻找到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跟美国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正面的这个冲突 它不可能 中美之间的冲突 谁也吃不掉谁 那问题是 谁能够经受对方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是美国主动在挑战中国 而不是中国在挑战美国 中国一直说是 我不会去挑战美国的地位 但是美国也不信 那么所以 我想就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中国要继续开放 华为也要继续开放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迎接一场可能的暴风雨 今天我们第三部分主题是 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 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可以连任 印度大选终于落下帷幕 现任总理莫迪率领的人民党阵营 取得压倒性胜利 莫迪成功连任 展开第二个五年的总理任期 印度有超过13亿元口 在9亿注册选民中 有超过6亿选民投票 由于人口庞大 此次选举分7个阶段举行 为期6周 预计大选花费可能超过70亿美元 堪称全球最贵的选举 此次选举被视为 对莫迪施政表现的民意反应 莫迪胜选后在推特赴施称 我们共成长 我们共繁荣 我们将共建强大包容的印度 印度再次获胜 莫迪发下豪言壮语 趁将21世纪变成新印度世纪 然而印度问题多多 莫迪挑战重重 莫迪将如何助推新印度梦想 逐步成真 人须拭目以待 印度的大选一直是被西方媒体 称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工程 那当然因为印度的人口 是仅次于中国 而且印度人口超过中国 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印度的现在这个政治制度 它是由英国人当年为它设计的 那么也有中国的学者调侃说 由一个岛国来为一个次大陆 就是印度这样的一个大国 来设计一套政治制度 这本身就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个制度它现在还在运作 好了 我们说这次印度大选的结果 莫迪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原来他们是一个执政联盟 但是这次光是人民党自己 他就在国会取得了超过一半的席位 那么看得出来 因为国际媒体都是以压倒性的胜利 来形容莫迪的 那么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看得出来印度的选民 我们说他们有9亿登记的选民 那么其中超过6亿参加了投票 经过了几轮的复杂投票 也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 最后选民做出这个选择 因为它沿用的是英国的这个制度 那么把票投给人民党的候选人 那么也就是把票投给了莫迪 那么而且这次大选 我觉得反映出了 印度的一个政治生态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如果不是一个突破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印度是一个种族和宗教 这个繁多的这么一个国家 而且它有不同的种性制度 那么现在通过这次这个选举 我们说通过上次选举 莫迪本人是低种性制度的 低种性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较下等的 以印度传统社会来分的话 它是一个属于下等社会的一个 产生的这样一位政治家 但是通过选举 他上台执政了 那么看得出来印度选民 特别是印度下层的选民 都把莫迪看成是他们这个救星 当然莫迪也不是只是以口号来治国的 莫迪在比方说 在推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推动这个为这个贫下阶层 这个我们说这个贫人 在给穷人谋福利 等等方面 都做了很多实在的一个事情 那么同时呢 他以自己从政的这个经验 身体力行地 推行了这样一种 就是这种下等的这个民众 也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而且是为 当然说起来是要为全印度的 这个民众福利 但是呢 首先还是要为这个印度的 这个下层的这个民众福利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农村人口 我们说六亿选民当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 他们是不失智的 这些文盲的这个选民 为什么会把票投给莫迪 那么也反映出了这个印度 政治生态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 那么同时呢 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印度啊 其实很多发展的中国家 亚洲的一些国家都有这个情况 虽然是实行民主政治的 但是呢 国内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治家族 这个情况 你比方说在日本是这样 比方说在菲律宾是这样 那么印度同样也是如此 而且这些政治家族呢 那么对于本地的政坛 本地的选举呢 有很大的这个操纵的力量 但是现在呢 这种操纵力量还在 但是呢 已经明显的不如过去了 就是民众可以直接的 把自己的愿望 把自己说 自己想选什么人 他可以直接就用选票 来做出一个选择 那么这也是英国 这也是印度吧 印度的这个民主政治发展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转利点 我们在考虑到印度的时候 当然会考虑到 印度是中国的这个邻国 那么印度呢 现在是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 那么就这点上来说啊 现在世界前十位的这个经济体当中呢 那么有两个是发展中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印度 那么印度跟中国不同 完全不一样 不同的文化 或者说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这个历史 也不同的国情 那么印度跟中国相比的话 它有一些方面是有它优胜的一个条件 比如它人口的年轻化 因为印度是没有计划生育的 它超过一半的人口 是30岁以下的 那这样一只这个 比较年轻的人口 当然他们既是这个生产者 他们又是消费者 那么是中国所这个望尘莫及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那么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普遍的 我们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呢 在数学 在电脑 那么在医学 在法律方面的都有很好的这个造诣 那么这方面跟中国的情况 也有所不同 所以印度如果它有一套好的制度 那么又有像莫迪 这样的强有力的强力人物 来作为他们这个领导者的话 那么实现他们的一个印度梦 就是让印度成为一个强国 甚至印度人所喜欢说的 印度要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用潜力也是存在的 当然印度的困难也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我说过了 印度这个它的人口众多 民族和宗教这个众多 而且它这个种姓制度呢 现在还依然在存在 还有大量的这个文盲人口 那么另外呢 它全国的这个土地制度 它是非常分散的 政府的这个行政能力 尽管在莫迪的领导下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总体来看 比方跟中国相比的话 印度这个政府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它这个行政这个效率的话 是相当低下的 而且这个各地之间的 这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矛盾 各地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这个矛盾 这个情况也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印度如何强化 发展自己的这个制造业 强这个使自己的这个农业 不仅要能够喂饱自己 这个印度的这个13亿人 而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 也占有一些之力 那么更重要是印度在创新体制 这个创新科技方面 印度人很聪明 大家都知道 硅谷的主力就是 很大一部分就是印度人 而且这个印度人比华人 比中国人更团结 但是印度如何把这些有利的因素 能够结合起来 即使莫迪这个任期做不到 那么未来如果经过 10年20年的这个努力 比方说印度能不能超过日本 成为第三大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我相信也许过了20年 30年以后 这种前景完全是有可能出现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两个国家 中国和印度 都成为世界主要的一个经济体 两个昔日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这个到时候就成为 这个引领世界前进的 主要的这个动力 我觉得人类历史到了那个时候 也可以展现出了新的一眼 亮谈纵横 本月的主题是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重横谈 本周的主题是 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只能是循序渐进 前三个星期 我们已经分别总结了 这个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特点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管理 以及改革开放 如何推动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现在看来 这个城乡二元化的 这样的一个户籍制度 它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 我想这已经不仅牵涉到一个公平的问题 它实际上也还牵涉到这个中国社会 整体的一个进步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必须是循序渐进的 它不能够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的话 它往往会带来很大的混乱 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 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社会 我们总是要记得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的话 你必须考虑到这个国家有14亿人口 而14亿人口的特别像户籍制度 如果说立即 现在马上就取消城乡二元化 就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 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户口 然后马上就可以实现 城市之间的人口的自由的流动和迁徙 那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会带来一种混乱 那就是会有更多的人口流向大城市 那么实际上中国整个的社会的发展 或者是人口的流动 它的一个大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 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这个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那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必有之路 但是如何让这样的一种流动 有序的而不是无序 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政府来说 还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也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今天4月份国家发改委宣布了一项 重大的户籍改革的制度 就是除了少数特大城市 所谓特大城市就是像北京和上海 这样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之外 那么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户籍 就可以自由地流动 那么这已经是中国户籍制度的 一个重大的改革 那么当然我也注意到 也有人提出来 那为什么这些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特别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个超大都市 它现在还不能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 实际上现在在北京 上海 或者说在我们香港旁边的深圳 这些超大城市 非户籍的人口 其实早已超过了户籍的人口 也就是说北京和上海的大部分的人口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它都是从外地迁到北京和上海来的 他们已经长期在那里工作 在那里生活了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这些人他就地的马上就可以取得当地的户籍的话 他马上就会给北京上海的医疗教育资源 本来这个医疗教育资源就已经比较紧张 那么如果突然有大量的外地户籍的人口 成为本地的户籍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就会给本地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 可是另一方面既然这么多外地户籍的人 他已经在北京和上海长时间的工作生活 他们的成员也在当地受教育 他们也在当地交税 所以让他们享有当地户籍的居民同样的权利 那么一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要求 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应有之一 所以我们看发改委在4月份公布的户籍制度管理的改革 它实际上也是我说的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一部分 未来或许若干年 我不知道要过5年10年甚至要1 20年 我相信最后中国的户籍 完全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 那么然后各地的户口迁徙可以实现自由化 不管你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从农村到城市 还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 它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来自由的流动 而国家的一个相应的管理 也不会出现丝毫的松懈 因为高科技在这方面 对于户籍管理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漫画的主人公是阿桑奇 阿桑奇跟他当年到伦敦的 俄瓜多尔大使馆之前的倾向 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这个50岁不到 但是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了 可以做一个圣诞老人了 那么现在据说 如果他被引渡到美国 那么根据美国所起诉 他的这种叛国罪的话 他很可能会被判处175年的这个罪行 也就是说要在美国把牢底坐穿 所以阿桑奇肯定愿意被引渡到瑞典去 因为在瑞典即使他的这个性侵的罪名成立的话 也绝对不会坐上175年的牢 所以我相信阿桑奇最后的这个秘密如何 还有机会再次成为我们漫画的主人公 谢谢各位收看《时事战亮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